在美国居然有大学生 靠着代购甜甜圈的独门生意 大赚生活费 这是一名住在明尼苏达州 双城区的大学生 因为看准了当地没有卖甜甜圈 所以每个星期六 他就开着发财车 到邻近的爱荷华州 搜购100盒甜甜圈 然后再以高两倍的价格出售 最后竟然让美国甜甜圈业者 主动联络他 希望可以和他成为合作伙伴 大头咬下免费的甜甜圈 甜蜜的味道自自作响 在台湾容易买到的甜甜圈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部分地区的州民竟然吃不到 一名住在双城区 名叫杰森的大学生 就动起生意头脑 化身为美国知名甜甜圈店的 行动分店 以代购方式刨腿买甜甜圈 再以高价出售 没想到引起甜甜圈业者注意 杰森最后意外成为 这家知名甜甜圈连锁店的合作伙伴 他从今年4月开始 杰森每周六都开着发财车 远赴临近的爱荷华州 车程约434公里 大概是从台北开到墾丁的距离 来回就要8小时 每趟搜购超过100盒 一盒原价7.99美元 杰森卖17到20美元 超过两倍价出售 还养出一批死众客员 超过4000人 甚至成立脸书社团定期供货 就在杰森准备第20趟代购时 遭到这家甜甜圈业者警告 正当这门生意即将结束 又出现大转机 最后因为创业精神 受到业者支持 名正言顺成为 迷尼苏达州的甜甜圈男孩 在美国甜甜圈店前 总是大拍长龙 光是一年就要吃掉 100亿个甜甜圈 平均一个人吃下31个 堪称最爱吃甜甜圈的国家 11月5号甚至定为 全国甜甜圈日 难怪有人就靠着 代购甜甜圈也能发大财 东森采集新闻综合报导